在人愛國小舞蹈班隱形表演中 出現一位神秘嘉賓與機器人組隊尬舞 他就是人愛國小畢業的金融師議員佟志偉 為此佟志偉在開學前一天還專程到校練習 不過僵硬的肢體動作讓舞蹈班學生都急著教他 不是你是這樣 就要這樣子 肢體上不是那麼的順暢的人 我們要怎麼樣指導他跳舞呢 首先我們一定要有機器人作為代表 讓他當成一個示範的功能 然後他的右手舉的時候 當他舉左手我們也不要在乎 反正他只要有把手舉起來就可以了 我們先讓他有自信的跳舞 未來經過練習之後一定會更好 我們要相信他 同志偉坦言自己從小就跟舞蹈絕緣 這次為了歡迎小一新生決定豁出去了 用誠意十足的演出來歡迎剛入學的小一新生 加入人愛大家庭 我們人愛國小舞蹈班雖然歷史非常悠久 但是我一直跟舞蹈班舞蹈這個事情是絕緣 所以剛剛在上面其實比上電視節目還緊張100倍 所以我想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可能要到舞蹈班去切磋學習一下 這是基隆市的愛國小隱形活動 除了介紹學校文明的舞蹈班 另一個重點是這一台 AI機器人小書童 聽說你很會跳舞哦 對呀 笑得比你好哦 與小書童鬥趣對話 捐贈這八台價值10萬元機器人的 基隆市議員同志偉希望 讓小書童成為老師教學的好助手 也成為母校學弟妹學習的好夥伴 我想在這個時代尤其後疫情時代 我們有視訊教學的智慧上課模式 當然我們在現場的教學 我們也希望提升我們的科技水準跟品質 讓我們的小朋友體驗這個數位邏輯 然後寫程式相關的一些經驗 我希望我們在教育現場的那個教學模式 也可以提升到雙北的水準 收入主道還會變換表情 這台小書童很快就擄獲小朋友的心 好玩 怎麼好玩 因為它可以唱跟跳舞 這全部 全部都好玩哦 對 它手會動還有頭也會動啊 它會跟我講話 只要下達指令小書童更能搖身一遍成為傳曲便臉 對於這台多功能的AI機器人 學校方面已經規劃機器人相關課程 要讓各年級學生都有機會 會與小書童互動學習達到人機共選的目標 六年級孩子 我們會利用這個城市編輯 讓孩子學習這個運算邏輯 那認識機器人跟編輯機器人 那二到五年級的孩子 我們會讓機器人扮演小書童的角色 讓他們輪流到各班裡面去陪伴孩子互動 然後協助孩子一起學習 那同時也讓孩子認識這個新興科技的 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 培養他們對科技運用的一個興趣 機器人教育是新一波發展目標 消防希望透過小書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以智能科技輔助教與學 記者張祈腾 金融報導